Jumbo, Jumbo, Guana, Havaricani, Zurisana 歡迎大家今個星期繼續收看MIHK TV旅遊頻道的 《吊出香港》第四輯《探索東非之旅》 上個星期我們從香港出發 直飛杜拜國際機場 再由杜拜國際機場 再轉飛機到烏干達的Antabi國際機場 即是他們首都Kampala所在地 現在是我們東非三角的第一站 由香港飛到杜拜再轉機向Kampala 一共飛了16小時 我們一直飛了超過5600里 差不多9000多km 老實說真是一個鐵人的耐力菜 一下機我就領教烏干達的溝通有多混亂 亦都是非常之擠迫 但無奈我們的肚子的確是頂不住 16個小時之內沒有怎樣吃過好東西 立即要下機領量當地的民間美食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好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去拍影片 和大家看看我們在烏干達第一站吃過甚麼 不宜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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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甕 阿 stones 阿 comport 阿豪 我們剛剛坐下了 坐下就喝了Thompson Hing 帶我們來 這個就是非洲旁邊的老友 今天喝了一個地道啤酒 介紹一下這個啤酒好不好 要怕得啤酒 我第一次喝了 特大醬不錯 老公不錯 挺有的滿土特色 味道真的… 因為我挺喜歡啤酒 喝一杯先喝一杯 淡得來的啤酒味道挺不錯 對… 據Thompson Hing 是湖粉達皮本身 那啤酒是最喝的 最喝的最喝的地方 也不奇怪 因為很淡 但味道挺不錯 甜的 清甜 真的挺不錯 對…真的挺不錯 我們現在坐下的地方 就是來提示中心的大使館區 Thompson 這裡也有一點點的大使館 那邊… 這裡叫La Cacero 我們現在坐下就好氣了 下午4點鐘左右 現在正在嘗試的是 一些本地的菜式 本地人吃的食物 我猜到你一盒 那些鹽 哈哈 哈哈 這個是… 羊來的 羊來的 這個是羊 這個是雞 這個是海月粉 對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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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看這些 就是很多農作物 在裡面了 有些青菜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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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雞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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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燉雞的物體 對 對 這個 它應該怎樣煮呢 看這個款式 應該有… 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燒了 很多水分 不是乾燈燈的東西 我以為非洲菜是… 又燒又食又乾 它整個街都是羊 羊出來走 對 這叫酒地羊 這羊不騷 是嗎 是 很香 好 這些就是蘸這些汁 稍後吃的羊 我先拿了一塊羊 剛才有一個 我們在後面走 好 這些非洲米 跟印度米很類似 你看 全部都是… 一顆粒 一顆粒很長的 如果大家… 中國人吃不乖 沒錯 如果你看到 China James Kitchen 你看到他有時候 煮西洋飯 全部都是用 很小粒的飯 對 我當然一口 嗯 不過我太餓了 Jimmy不要說很好吃 你都說好吃 掉進去那些 捨木船那些 很好吃 那些又是給我的意思 不要說話 我看你實情 我們各位觀眾 你看看樣子 不要說話 用你的表情 你不要說話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 一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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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的 你看到一些顏色 不要用 什麼資料 我猜想一下 我猜想一下 蘸醬 醬汁在哪裡 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 真不算是不錯 很清淡 很清淡 很不錯 不同味 火荷葉包完之後 然後還能保持燒 對,燒了之後還有這麼多水分 我真的不客氣了 這裡有洋蔥 番茄 薯仔 清水燉雞 其實是很鮮味的 你當作清湯雞飯吃 是可以的 雞肉鹽 先嘗嘗 這樣煮出來 也要清湯 海鮮是河熱湯雞 河熱湯雞 而且非常清淡 不鹹 沒有油 即是剛下機吃這些 這裡有一點 這塊薯菜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像薯仔 是香蕉 是香蕉 像香蕉 我知道是甚麼 是紅椒嗎 不是,是紅色椒 不是,是紅色椒 這東西很奇怪 它的質感就像番薯 和胡桃 這個花生不是香蕉 我們未見過 我們不要用香港人 這麼有限的眼光去看 裡面是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我看見有一點 它是未熟透的 未熟透 對,它這樣煮很好吃 這東西很美味 真的是紫心番薯的質感 但裡面是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這個是用粟米粉 本人是拿出來的 嘗 嘗 它煮白糖糕沒有問題嗎 不是 是沒有特別大的味道 我想嘗試用這個羊肉汁 很棒 然後呢 淋一淋下去 然後呢 就是一口 羊肉 一口 羊肉汁 其實有很多 怎樣說 是有瓜人醇 肉 蔬菜 花把 汁 清甜 不知道是不是很熱 你吃一些清淡淡的食物 很熱 我覺得很熱 對嗎 我覺得很舒服 一點都不熱 完全沒有熱 不知道 可能我早在一場走 可能不是 你太久沒有 哈哈 這個年輕人 我們嘗試一下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酸菜 這個好吃 是菜 對 它煮得爛了 是 是 其實一句話說 食物很簡單 很天然 對 真的 就是這麼多 沒有一些 花口菜 什麼都不多 對 簡單單單一個午餐 一杯靈的啤酒 很棒 好 乾杯 乾杯 這裡已經捲到高級餐廳 你看看地下 嗯 是否另外的花法風味 嗯 不知道大家聽起烏干達 有沒有聯想起一個人物呢 我年輕人的時候 在六七十年代 大家都會聽到一個很 震律性的恐怖的一個獨裁者 就是狂人總統阿敏 而這個阿敏呢 是在烏干達裡面 也是一個挺出名的一個獨裁者 那時候那些年輕人呢 一頑皮啊 或者不聽話 就說 讓你去烏干達 讓阿敏認識了你 那他的生命是怎樣呢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那阿敏呢 他的名字叫做 伊迪阿敏 或者是中文叫做伊迪阿敏 或者是中文叫做伊迪阿敏 他是烏干達一個 軍事的獨裁者 也是世界知名的殺人狂魔 由於他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崇拜者 所以在他統治的時期 有傳聞有八萬至十五萬的人 亦都有人估計 最多可能有三十萬的人 是因為這種種族主義之下 被他屠殺了 而呢 阿敏呢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他是一個吃人肉的恐怖傳聞 但是呢 究竟有沒有意見這樣的真事出來呢 坊間呢 也是眾說紛紛的 不過阿敏呢 除了有人說他喜歡吃人肉之外 他喜歡女人 這就是不真的事實 他有十三個老婆 而且他是一個好手生養的一個 大隻佬 他有三十六個兒子 十四個女兒 至於呢 暗地裡和他通姦的情人 有私生子呢 就多餘繁星 數都數不到 而在一九七四年呢 傳聞阿敏呢 發現其中一個女人呢 和他的護衛 私通 於是阿敏呢 就採取他一些 比較獨特的處理方式 就是把兩個人呢 一起吃了他 在他的肚皮裏面做墳墓 事後呢 還把他所有的老婆 子女 交在一起 把碎骨頭 放在桌上 宣稱呢 這些就是不聽話的好下場 也曾經呢 有外國的記者 冒著生命危險 去採訪過阿敏 問他對食人肉 這件事呢 究竟是真還是假 他毫不否認 甚至回答到 嗯 人肉呢 就OK的 不過呢 味道就太鹹 似乎不是很適合我的口味 至於國際社會的指責呢 阿敏呢 顧藥網民 完全是I don't care 不在乎的樣子 當阿敏呢 擔任烏江達總統的時候呢 他甚至呢 在英俊王的三十歲的時候呢 他曾經向英國的皇室呢 發了一部的電報 他只是一個比較是一些輕挑 和一些挑釁性的東西呢 去挑逗女王 他怎樣說呢 親愛的女王 如果你想了解一個真正的男人 那就去他的首都Campalla 去找一下他 這樣 有多侮辱性 和多冒犯性的一個 一個facts 為什麼阿敏對英國的女王呢 我們的使徒婆 這麼侮辱性 和要這麼挑釁她呢 去議員上面 去拿她便宜呢 大家原來有所不知 烏江達呢 其實是以前英國的殖民地 可能呢 阿敏呢 是受過英國人的欺 那所以呢 他又懷恨在心 心胸狹窄 所以要侮辱她們的女王呢 而發洩她一些 過往被殖民的一些 深仇大恨 好了 去到第二年 當英女王又過生日的時候呢 他這次也變本加厲了 還要求 女王將她 穿過的底環呢 寄去非洲送給她 你說多過份呢 原來呢 阿敏不僅僅被英國人統治過 但她呢 亦都參與過大不列癲的軍隊 她早期呢 曾經在大不列癲 逆民地的軍隊服役 曾經在烏江達 肯那 索馬里 作戰 由於她呢 幾打得 亦都有幾好的軍事表現 使她呢 成為少數在烏江達獨立前呢 就已經可以晉升做軍官的士兵 烏江達獨立之後呢 她成為建國初期的兩個中衛之一 同時 長期的軍事歷練呢 亦都為她呢 鍛鍊了一個強壯的體魄 阿敏呢 曾經在1951年到1960年間呢 一直都是烏江達共和國的 輕重兩級的拳擊冠軍來的 來的 隨著阿敏在她的試圖上的發展呢 她跟烏江達的總理呢 而且密爾頓呢 奧伯特 Milton 奧伯特 就走得很近了 一度成為奧伯特的一個重要的助手 他們在出兵援助這個 薩伊共和國 即是現在的江果民主共和國的內戰期間呢 合力呢 就進行一些走私活動 賺錢呢 亦都在這個時候呢 由於奧伯特開始呢 提拔阿敏以外的軍事統帥 令阿敏呢 感受到她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 好不開心 好不開心 好不阿拉 但是呢 她雖然跟奧伯特 繼續和好 還想阿敏呢 升為陸空軍的總司令 希望可以緩和一些矛盾 但是阿敏跟奧伯特的衝突呢 開始呢 越來越是有真無假 於是心懷不滿的阿敏 就是1971年1月25日 發動這個軍事的政變 一舉推翻了奧伯特的政府 令到自己呢 成為烏江達的最高領袖 總統兼甲最高元帥 軍政集之於一身 在1975年呢 又將自己晉升為陸軍的元帥 再過多年呢 還使自己呢 加冕成為終身的總統 而在內政上呢 阿敏奉行這個種族主義 大力排斥亞洲人 歐洲人 和猶太人 咦 為何這三種的小數族 銳裔在烏江達被排斥呢 原來因為這三班人呢 都掌管了烏江達的經濟命運 OK 同時他也對一些不同的部落呢 進行一些迫害 因而導致了呢 最少有八萬人的種族大屠殺 而在外交上面呢 阿敏始終呢 眼紅這個 鄰國的坦桑尼亞的國土 而且對英國有強烈的敵意 阿敏呢 曾經聘請了四名的英國人 裝了這個西裝 裝了這個紳士的打扮 不過呢 請來做甚麼呢 幫他抬拳 後面呢 還有一個白人呢 幫他拿著一把遮蔽遮蔭 他的動機呢 是有意扁低西方人 特別是英國人 阿敏的反英立場呢 亦都表現在他的自己 加封的一連串 水斜春那麼長的一些頭涵人上面 我可以讀給大家聽 真的很長 我慢慢來 終身總統閣下 哈迪吉博士伊迪亞敏元帥 維多利亞十字獎章 卓越服務獎章 和軍事十字獎章的持有者 地上的萬獸 和海中的水族之主 北列甸帝國的征服者 同時呢 他亦都自封為蘇格蘭國王 這些亦都是他反英的情緒表現 因為呢 為何他自稱蘇格蘭國王呢 除了他不喜歡英倫之外呢 還有他在過往 他在殖民地軍隊服役的時候 受過蘇格蘭籍的長官的照顧有關 對他有好感 所以希望可以做別人的皇帝 就是這樣說的 當然呢 阿敏亦都在蘇格蘭軍官的同僚的口中 知道呢 他們亦都很不妥英國人 所以呢 他們亦都希望和他們 統首的開 一起有反英的情緒 後來呢 還希望可以和他們 一起去反英 令蘇格蘭獨立 所以他自稱為蘇格蘭國王 我們近來有一部電影 《最後的蘇格蘭國王》 就是描述阿敏的一生 大家如果未看過 可以在網上現代裡面 找回這部電影來看看 就可以了解清楚 阿敏的新評估是怎樣的 阿敏在烏干達的統治 可以說是非常失敗的 無論在內政上和外交上 基本上是沒有表現可言 只不過在國際上 做一連串的鬧劇 引人注目 情況就像現在的金正恩一樣 所以因此當他的反對者 和他的輪郭坦桑尼亞 在1979年對他發動戰爭 將他驅逐落台 他只有在首都淪陷之前 流亡到尼比亞 不過這樣 雖然這個獨裁者 他失勢 但與其他獨裁者相比來看 他的下場是比較幸運的 阿敏最後在2003年 因多重器官衰竭 在他眾多子女圍著他床前之下 在沙地阿拉伯這個地方 是小小的 那竟然得到善終 你是不是猜不到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究竟命運裡面 是不是真的以做壞人 而有惡暴收場 真的很難說 Jumbo 大家是否很有興趣 和我們一起去探索東非 只要你們在以下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重溫我們的 吊了香港第四輯的探索東非之旅 遲些我們還要推出不同的旅遊項目 你也可以和我們一起去 親身經歷東非三國的力險 密切留意我們 遲些會推出的一些旅遊廣告 OK Kwahiwi